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朋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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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下午 这一节 要跟大家分享 练佛的利益 灭佛 有很大 很多 无量无边的利益 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利益 我们将以三个角度来作为解释 就是佛这个字的意义 唄 唄 唄这个字的意义 再来就是利益 唄佛 有哪一些利益 就三个方面来解说 第一 念佛的利益 这个佛 佛之义 这个佛知道 是哪一尊佛呢 一般联友信徒 常在拜三千佛 再送念万佛 我们这里念佛的佛 既不是三千佛 或者是万佛 其他的佛 为止 那么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念其他的佛 只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只念那么阿弥陀佛 不兼念其他的佛 因为阿弥陀佛一佛 他包含着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 在一边 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 那么阿弥陀佛一佛本身 完全具足 无所缺陷 同时 那么阿弥陀佛他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救我们 他有这个愿心要救我们 同时有这个佛力能够救度我们 而十方诸佛 虽然也是佛 可是未必能够救度我们 因此 因此释迦牟陀佛 才开示 引导 十方众生 都要念那么阿弥陀佛 都要信顺阿弥陀佛的救度 都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才能够圆满达成 释迦牟陀佛 释迦牟陀佛 乃至 释放诸佛 出现在世间的目的 也就是说 释放诸佛 都怀着一种目的 而视线 在人间 怀着什么目的呢 就是 救度众生 这个目的 众生 包含很广 所谓 始法界的众生 除了 佛法界以外呢 有所谓 三圣六凡 三圣就是 菩萨 生文 圆觉 这三圣是 超凡入圣 断除烦恼 不再轮回 六凡 就是地狱 恶鬼畜生 天界 阿修罗界 以及 人界 这六种 凡夫 是 还有贪 痴 痴的 缓闹 还没离开 六道的 轮回 因此 叫做 凡夫 这九法界的众生 如果 通通 信顺 弥陀的 救度 接受 弥陀的 接仪 那么 对三圣来讲 身文 圆觉 菩萨 就能够快速地圆满 佛果 就六道的反忽来讲 也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而且 跟 三圣 身文 圆觉 菩萨 平等地 能够快速成就 佛果 当然 旧三圣来讲 身文 圆觉 菩萨来讲 他们已经 离开六道轮回 未必需要 弥陀的 救度 可是 他们如果 能够接受 弥陀的 接引 往生 极乐 世界 就能够 快速成佛 因为 阿弥陀佛的 救度 是 上包 等觉 的 文殊 菩萨 菩萨 下函 无力办法的 罪人 因为 佛心 是 平等的 没有 没有 彼此 高下 人磅 的 差别 的 就好像 一颗 药 它 是平等的 任何人 只要吃下去 就在 它身上 产生 药效 那么 阿弥陀佛 这一颗 阿弦 涂藥 是 任何人 吃下去 就能够快速成佛 大 所以 不止我们 六环 六种 轮回的环夫 需要 弥陀的 救度 即使是 等觉到 菩萨 愈然 需要 弥陀的 接引 才能够 快速的 圆版 佛果 这也就是 为什么 文殊菩萨 普贤 菩萨 也 共同 发愿 要 求生 弥陀 净福 因为 他 希望能够 快速成佛 一 自己的 力量 要 快速成佛 在 时间上 就比较久 靠 阿弥陀佛的 力量 功德 在 时间上 就比较 快 因为 阿弥陀佛 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的 功德 他是 超越性的 超越 时间 超越 阶级 所以 在 所有 法门 当中 唯有 净土法门 唯有 练佛 他是 横超 的 就像 我们要上 101 最高的 这个楼场 如果 如果 自己的 双脚 一个阶层 一个阶层 走上去的话 时间比较久 而且 体力不好的人 也上不了 可是如果 坐他的电梯 快速的电梯 几秒钟 乃至一刹那之间 就到了 顶端 可说 他是属于 横超 的 靠 电梯的力量 所谓 他力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 总是有限 靠佛的力量 佛的力量 本身 释迦牟尼佛就称赞 阿弥陀佛的功德 力量是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 所以 文殊菩萨 他发愿 要 往生极乐世界 他的发愿记 怎么讲呢 他说 愿我并忠实 尽处诸障碍 愿见阿弥陀 阿弥陀佛 往生 安乐畅 这是文殊菩萨的 发愿记 普贤菩萨的 发愿记是说 愿我灵欲 令忠实 尽除一切 诸障碍 愿见彼佛 阿弥陀 即得往生 安乐畅 文殊菩萨 跟普贤菩萨 这两位 释迦牟尼佛 左右邪式的 冷水大菩萨 他们共同 发愿 要往生 弥陀健福 他们的发愿记 内容 几乎是 一模一样的 净除 诸障碍也好 净除一切 诸障碍也好 显示 要往生 弥陀净土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力量 那就会有障碍 是靠弥陀的力量 靠弥陀的力量 阿弥陀佛本来就是 无碍的 无障碍的 这样呢 就能够快速的 顺利的 进入 弥陀净土 快速的 圆满佛果 我们 会认为 这两位 大菩萨 文殊普贤 他们是等觉菩萨 他们跟成佛 几乎是 临在一起的 为什么 要进入 弥陀净土 靠自己的力量 不够 还需要靠弥陀的力量 这原因是 弥陀的净土 极乐世界 非等同 一般 其他 诸佛的净土 他的抱土 是超越 其他诸佛的净土 如果 没有阿弥陀佛的 弥陀佛的佛力 任何众生 是不能进入的 能够靠阿弥陀佛的佛力 任何众生 都能够进入 都能够容易的 都能够容易的进入 他是所以超越在于 一旦到了弥陀净土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无量观 无量寿 而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又是怎么样的佛呢 在无量寿经 释迦牟陀佛就称赞说 他的威神观明是最尊第一 十万诸佛所不能及 阿弥陀佛是诸佛之王 是观明之中的 其尊 因此 要进入这样的境界 就不是其他的大菩萨 或三险的小圣菩萨 何况我们的凡夫 所以不论大小圣人 要进入弥陀净土 都要靠阿弥陀佛 而只要靠阿弥陀佛 没有不能进入弥陀净土的 这样的净土 是涅槃的境界 所以赞导大师就以 祭祀来赞叹 来说明极乐世界而说 极乐无为涅槃界 极乐世界它是属于依报 涅槃是就正报 来讲的 可是 一报的极乐世界 等同 正报的涅槃境界 这说明了极乐世界的一报 跟阿弥陀佛的本身是一体的 是一样的境界的 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一报 跟阿弥陀佛的本身是一体的 是一样的境界的 因此进入这样的境界 就必定跟阿弥陀佛就成为一体 成为同等的 同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如果能够进入极乐世界的话 岂不是也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关明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因为背后有这么微妙的道理 因此 文殊普贤 这两位大菩萨 也要求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祂是什么样的内涵意义 祂的伟大功德 是达到什么地步 释迦牟尼佛 他这样的说明 在无量寿经就说 十方横杀 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无量寿佛 为神功德 不可思议 十方世界 如同 恒河杀树 那么无量无边 的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都同时的 异口同声的 主动的 欢喜的 以最高赞叹 来说 无量寿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 祂的 威神功德 不可思议 威严的 神庙的 功德 就是 就是 代表 阿弥陀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 功德 这种 威神功德 除了佛 与佛 能够理解之外 其他的大小圣人 都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宣说 要赞叹 也赞叹不来 因为境界太高了 不能了解的话 怎么说明 怎么赞叹呢 这一段经文 对谜谱的赞叹 可以说 无为不至 甚至是最高的 殊胜的赞叹 各位人有 大家 请合掌来跟随我练一遍 十方横沙 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无量受佛 威神功德 不可思议 请合掌 在无量受经 我们被人家称赞 也要看对方 如果 如果被一般人称赞 那不算什么 被有人格 有智慧的人称赞 那才算是 有实质的意义价值 如果 如果进一步 被圣人的称赞 那么这个人 更加了不起 现在 阿弥陀佛 祂是受找 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诸佛如来 的极为赞参 的极为赞叹 赞叹说 阿弥陀佛 威神无极 威德 神力 佛力 没有极限 没有范围 广大无边 真的 是不可思议 的深广 这段经文 也很好 大家请合掌 我们又一起来 恭送一遍 无量受佛 无量受佛 威神无极 威神无极 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莫不称叹 莫不称叹 请换探 在无量受经之中 释迦玛尼佛 他又说 他说 我说无量受佛 光明威神 威为苏妇 为为苏妙 昼夜一节 就是阿弥陀佛伟大的功德 唯唯淑妙 就是很崇高 很广大 很殊胜 很唯妙 唯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昼夜一节善未能进 即使称赞 从早称赞到晚 从晚称赞到早 日以继夜的称赞 这样连续一节也还称赞不了 称赞不尽 佛 所谓天上天下无如佛 佛 测证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这样的真理者 要赞叹阿弥陀佛 日以继夜 相继一节 还赞叹不晚 可见阿弥陀佛他的境界 我们怎么能够思维得来 解释得来呢 因此 对于阿弥陀佛 我们只有信寿的分 我们不能灵意 我们不能思考 我们不能打一个问号 因为要进一节 要进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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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一百岁 一千岁 一万岁 进一节 两节 大小恒河沙节 都理解不来 因此 我们不可能打问号 打问号就永远都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们说 信寿如阿弥陀佛救度 我们只有养信 只有无条件的接受的分而已 这一段经文也非常的好 请大家合掌再来恭送一遍 我说 我说 无量寿佛 我说 无量寿佛 光明微神 光明微神 微微书庙 微微书庙 昼夜一节 善未能静 善未能静 请放在 刚刚 恭送的三段经文 是在佛说 无量寿佛 我们一般送有关阿弥陀佛的经典 我往往是送阿弥陀经 因为阿弥陀经文字比较少 一千八百五十八个字 那意义很广阔 或涵盖所有净土的经论道理 再变 阿弥陀经自古以来 有三种翻译本 其中 有一个翻译本已经遗失了 剩下两种翻译本 一般 所送令的是 九摩罗时 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 另外一种就是唐朝时代 唐太宗的时代 正观年间 玄壮大师 所翻译的阿弥陀经 不过他的经名不叫阿弥陀经 他叫做佛射寿 佛射寿经 这一部经对于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面呢 是怎么翻译 翻译说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也就是说 我们所看的这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所念的这个声音 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 它本身 不只是声音 不只是六个白紫黑字 它有无量 无边 无穷 无尽 非常多 非常广大 深广圆埋的功德在里面 究竟来讲 是除了佛以外的任何众生 包括圣人 大圣小圣 都难以 私以 不是 是不可私以 所以 它不只是一个声音 六个文字而已 它这个声音 它六个文字 是有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里面的 究竟来讲 这一句名号 就是宇宙的真理 就是法界的本体 就是十方诸佛 功德的结经 所以释迦牟尼佛 说它不是一个名号 它是个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的名号 这一段经文 文字是多么的浅显 内涵又是多么的深广 究竟不可思议 也请大家合照 我们一起来功诵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好 请换一下 一个声音 一个音符 它只不过是空间当中 声波的震动 进入我们的耳膜 让我们能够听到 而不了解道理的人 他即使听到了 也只是觉得 不过就是一个声音嘛 甚至 有的人 连这个声音 也不想听 哪里晓得 这一个声音 不是一般机器的声音 动物的声音 其他人的声音 是宇宙真理的声音 这个声音 能够 让我们离开六道的生死灵魂 这个声音 能够让我们轻易的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声音 能够让我们快速地成就佛果 能够让我们 广度死亡众生 可见 这个声音 不是一般的声音 是真理的语言 真理的声音 无量寿经说 正语大音 想测十方 能够想测十方的正语大音 就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现在 这个声音 来到了 我们的耳朵 进入了 我们的 心中 成为我们 阿赖也是里面的金刚宗子 金刚宗子 成为我们灵魂之中的救命者 有了这个金刚宗子 在生死轮回当中 就一定会 就一定会解脱 因为它 永恒的存在 等待着机缘 接引着我们 离开轮回 往生 极乐 是我们 是我们灵魂的救助 灵魂的依靠 灵魂的安乐 究竟圆满的归宿 所以 它 不只是一个声音 不只是六个文字 这个声音 也是 阿弥陀佛 悲心 恳切 呼唤我们的声音 阿弥陀佛 成佛 十节以来 就在呼唤我们 从十节之前 为我们发愿修行的时候 就开始呼唤 一直呼唤到现在 中法邻果 105年 3月20号 一直到现在 2点 4时 6分 响策十发 呼唤到了 这个时候 也从十万利佛徒 的极乐世界 一直呼唤 呼唤 到我们这 沙坡世界 到了这个 台大的体育馆 从 时间上 一直呼唤着我们 从空间上 片半的 呼唤着所有众生 同时 还让十方世界的十万诸佛 各个从他的本国 一直呼唤到了这里 目的就是要敲行我们 对世间的迷惘执着 警惕我们了解 世间轮回的 勇无穷尽 痛苦的 苦喊无边 一定要赶快的 醒过来 接受 弥陀的 呼唤 接受 弥陀的 救度 所以 我们在念 那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更要进一步 晓到 在十节之前 阿弥陀佛 就已经在呼唤 在怀恋着我们 这怀恋之声 呼唤之声 也同样是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 善达大师 解释 那么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首先 解释 那么 怎么解释呢 他说 那么 则 即是 归 幼 亦是 发愿 回向之意 所以 那么 就是 归幼 的意思 就是 发愿 回向 的 意思 那么 这两个字 里面 涵盖着 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 练佛 对不对 就阿弥陀佛 这边来讲 南无 归命 就是阿弥陀佛 呼唤我们 归毁 极乐家乡 的命令 因为 因为 佛 出口 都是 真理 不能 更改 好像 国王 的 圣子 不能 更改 因此 说是 并量 阿弥陀佛 呼唤我们 召唤我们 归毁 极乐世界 这是 归毁的 并量 就我们来讲 是归顺 并量 归顺 阿弥陀佛 的并量 阿弥陀佛 呼唤我们 要 往生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呼唤我们 要专称 弥陀佛 我们 献顺 无疑 我们献顺 无为 所以 归顺 弥陀的并量 所以 那么 这两个字 有弥陀呼唤的 归之量 有我们信顺的 归顺 弥陀 弥陀的并量 这是 旧归量 做简单解释 在另一种意思是 发愿 回向之意 这发愿 回向 也涵盖着 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 任何人 那么 这两个字 是包含着 阿弥陀佛 也包含着 任何人 就阿弥陀佛来讲 阿弥陀佛发愿 阿弥陀佛回向 阿弥陀佛发什么愿呢 发了四十八个大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回向什么呢 回向 赵宅永结 给基子菩萨的无量德行 把他本身 所发的四十八愿 所修的无量德行 通通的 通通的回向 阿弥陀佛的无量德行 阿弥陀佛的无量德行 这样的功德 阿弥陀佛白白的 阿弥陀佛的无量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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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量光 无量寿的佛果 所以这是就阿弥陀这一本来解释纳玛 是阿弥陀为我们发愿 而且回向祂的愿行给我们 那么就我们恋佛人来讲 我们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 把恋佛的功德也回向极乐世界 不因为恋佛有很大的功德 而希望下辈子以这个功德来生而为人 或上升天堂 享受天乐都不是 所以就我们来讲 南无就是发愿回向极乐世界 所以南无两个字 涵盖着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我们恋佛人 当然死亡众生 如果他没有南无 当然就不是恋佛人 既然不是恋佛人 就不可能会南无与阿弥陀佛 也就是规定与阿弥陀佛 所以既没有规定 也没有发愿回向 接下来四个字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阿弥陀佛本身 也涵盖着与阿弥陀佛人本身 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是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这四个字是阿弥陀佛的本身 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本体 为什么 本来佛的境界 是理事 无碍的理 就是真理的境界 事就是身裸万象 繁复的境界 在佛的境界来讲 事的范围 事法界跟理的内涵 理法界 他是融通无碍的 因此 这六字零号 或四字阿弥陀佛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声音语言 好像是假评 因为世间一切 都是虚假的 那么一切的语言 声音 也是为了人与人 沟通 方便上所施舍的 好像是一种假语虚哨 可是 它不是假语 它不是有违法 它是真理的显现 所以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身 因此 有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 而阿弥陀佛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因此 这一句 名号 释迦摩尼佛 就赞叹说 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所以这阿弥陀佛四个字 是阿弥陀佛本身 有不可思议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 同时也是我们 拿摩的淀佛人 所有的 一旦 我们 归定于 弥陀 的救度 自然就拥有了 阿弥陀佛的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好像 我们 这个碗 这个杯子 端上来 对方 就把甘露的 伐水 倒进去 所以 这个杯子 它 不是空杯子 它 是跟这个甘露伐水 一体的 我们 不拿摩 便罢 一旦 拿摩 与阿弥陀佛 我们就有了 阿弥陀佛 因此 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救佛 救阿弥陀佛来讲 是阿弥陀佛的 本体 救我们的来讲 也是我们的所有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骨髓 所以 我们念佛 都是念六个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 它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就念 阿弥陀佛 那这样说来 念佛 是只能念六个字 那么阿弥陀佛 如果念四个字 是错的吗 也不是 不论 拿摩 两个字也好 阿弥陀佛 四个字也好 或者是 拿摩 阿弥陀佛 六个字也好 都离不开 阿弥陀佛 本身 都是 阿弥陀佛 本身 只是 就我们来讲 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 我们 能够的话呢 就 完整的 来念 来念 拿摩 阿弥陀佛 就一方面来讲 所谓 法无定法 因基而色 看根基 如果对方 譬如说 年纪老慢 气力不够 那么 也不用 念那么长 念四个字 就可以 甚至 躺在病床上 咽咽一喜 他连四个字 都念不来 那么 他念 拿摩 两个字 或念 佛 一个字 或者是 嘴巴 硬了 舌头 打 结了 他心中 心中 存着 弥陀的 旧度 也一样 等同 都在 念 那么 阿弥陀佛 那 假使我们 现在 年轻力状 能够 念 那么 阿弥陀佛 完整的 这六个字 念起来 的话呢 又是 铿腔 有力 不过 当我们 睡觉的时候 我们呢 要怎么 练 当然 不可能 是 张开 嘴巴 铿腔 有力 也不能够 金刚 练 那个时候 就是心中 默练 默练 四个字 因为要 睡觉的 所以 也不用 练那么 的草 然后 默练当中 让它自然的 睡着 那么 当我们 醒来的时候 因为精神 饱饱 就可以 完整的 六个字 一整 一起念 所以 我们 念佛要了解 有这一些 差别 阿弥陀佛 他 既然是 加莫尼佛 称赞 是 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 可见 阿弥陀佛 总的来讲 就是 无量的意思 也就是 阿弥陀佛 所有的功德 一切的一切 都是 无量 无边 可以说 大 而 无外 大到 没有 任何的功德 是超过 阿弥陀佛 本身的功德 因为大而无外 唯妙 不可思议 所以 对阿弥陀佛的 无量来讲 就不是 我们凡夫 乃至 等觉的菩萨 所能够 心中思维 能够言语 赞叹 或者是文字 来形容的 概率来讲 阿弥陀佛 他的慈悲 他的智慧 他的光明 他的向好 他的愿力 他的神通 他的道恨 他的变场 他的说法 他的广度众生 等等 一切的功德 都是无量 因此 释迦牟尼佛 就用两个 无量 来涵盖 阿弥陀佛的 所有无量 哪两个无量呢 就是 阿弥陀经里面 所说的 无量光与 无量寿 在 阿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不问自说的 告诉 瑟利佛尊者说 毕佛 观明无量 造实方我 无所障碍 世故好为 阿弥陀 释迦牟尼佛 在这里 为阿弥陀佛 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说 这一尊佛的光明 是无量无边 变满 十方法界 同时 不受 任何障碍 因此 这一尊佛叫做 无量光佛 进一步 释迦牟尼佛又说 毕佛受命 极其真理 无量无边 阿生其解 故名 阿弥陀 有像一个定义 就是说 这一尊佛 的受命 是 永恒性的 超越时间 同时 凡是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众生 他的受命 也跟这一尊佛一样 没有不同 是无量的 超越 轮回的 超越 时间的 永恒 存在的 不生 不灭的 因为有这一些含义 所以这一尊佛 也叫做 无量受佛 要解说 那么 把地球上的水 都沾干了 也没办法 书写 赞叹 形容 阿弥陀佛本身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就用 光跟瘦 来解释 阿弥陀佛 光是 无量的光明 受 又是 无量的 受命 以 无量的光明 跟 无量的受命 来涵盖 来解释 阿弥陀佛 所有的 无量 那么光明 是就空间来讲的 所谓 所谓 横变十方 受命 是就时间来讲的 所谓 数穷 三计 以这 横变十方的光明 跟 数穷 三计 的受命 来显示 阿弥陀佛本身 就是法界 就是法界 因为法界 它是变满 十方世界的 真理 法界 也是 横贯 三次 过去 现在 未来的 究竟来讲 它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因为 既然空间都超越了 那还有空间的范围 所有空间 都在它本体里面 时间都超越了 那还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时间对它来讲 不是时间 空间对它来讲 也不是空间 它本身就是空间 本身就是时间 它本身就是一个真理 所以 以这个真理 作为它的本体 以这个真理 作为它的极乐世界 也以这个真理 作为它的平好 所以就阿弥陀佛来讲 它的本体 以及极乐世界 以及这句名号 都是一体的 都是一起的 都是一样的 没有两样 没有差别的 所以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真如 的境界 真如 就是佛 我本身 所以 这句名号 涵盖着十方 诸佛的功德 功能 在里面 因此 释迦牟尼佛 没能形容 就只能用 无量光 无量寿 来解释 阿弥陀佛的 所有的 一切一切的 无量 以无量光 无量寿 就包含 全部了 除了 以这无量光寿 解释弥陀 本身之外 它 又有一种含义 就是说 光明无量 横遍十方 它的功能 在以救度 十方 也就是任何地方的所有众生 包括三恶道 不受三恶道 的这个 痛苦 跟 罪业 的障碍 以无量寿 寿命无量 诉求三计 显示的 阿弥陀佛的 救度 是任何时代的所有众生 都能够救度 不论过去 现在 未来 不论它生长在 任何的 时代 阿弥陀佛 它是无量寿 因此都永远存在着 要救度它 永远的 存在 者 在 等待它 因此 任何众生 不论圣人 凡乎 善人 恶人 不论是平生 是临终 乃至 是中阴生 甚至 堕落 三恶道 阿弥陀佛 都能够救它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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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救它 因为是无量寿 随地 要救它 因为 是无量光 给予 任何 时代的众生 任何 任何地方 众生 都有希望 没有绝望 所以无量光寿 也涵盖着 这样的道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存在 就是要救度 十方众生 所以 在《观无量寿经》 就说 光明变造 十方世界 垫斧众生 摄取不少 也就是说 阿弥陀经里面 所讲的 观明无量造 十方国 无所障碍 他的目的 何在 目的就是 摄取 炼佛人 所以说 炼佛众生 摄取不少 这摄取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摄取 就是救度的意思 对于 任何人 平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 保护着他 看着他 等待着他 一直到 临终 不舍离着他 忘记着他 厌弃着他 所以说 摄取不少 一旦 这个人临终 阿弥陀佛就 显现 接引着他 到 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 摄取不少 也就是 阿弥陀佛的存在 不少 在鱼要救度 炼佛人 那就怪了 阿弥陀佛是要救度死亡众生 怎么说 只有炼佛人 摄取不舍呢 是的 这个就是宇宙本来就是一种因缘合合的 所谓感应道交 没有这个因缘就不能彼此感通 所谓 所谓千江有水 千江月 天上的月亮 是片灶的地面上 所有的水 大海水 长江黄河的水 西水 乃至杯中的水 只要有水 月亮就能够 跟水 感应 那如果没有水 或者是上面用盖子盖着的话呢 那么就不能彼此感应 成了不同的 也就是绝缘体 假设盖子拿起来 水呈现出来 当下水跟月亮 月亮跟水 就能够互相在一起 这是一种评语 为什么呢 毕竟月亮在天上 用在水中的 只是祂的咬子 彼此 还是有分开的 可是 阿弥陀佛的本体 跟阿弥陀佛的这个光 光影 它是一体的 光明所造之处 就是有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身 所以说 练佛众生 设取不舍 那么没有练佛的众生 跟阿弥陀佛 没有感应到交 那 现身 就不能蒙受弥土的 设取不舍 就必须等待 下辈子 或未来世 所以由阿弥陀经 光明辩造的经文 以及 《光如亮寿经》 《光明社群》的经文 就可以晓得 阿弥陀佛的存在 就是要救度 恋佛人 就是要与恋佛人同在 这是阿弥陀佛的悲心 所以 《光如亮寿经》就说 佛心者大慈悲事 以无缘耻射出众生 意思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心 是什么样的心呢 是大慈悲 也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是无缘大慈 大悲是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的功能作用 是在于法苦娱乐 也就是救度我们众生 离开六道轮回之苦 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涅槃之乐 也就是成佛 所以接下来就说 以无缘耻射之众生 无缘耻就是 没有条件的慈悲 不讲条件的爱心 射出众生就是救度众生 所以以无缘耻射出众生 这八个字 用现代话来解释 就是以无条件的爱心 救度众生 因为真正的慈悲 真正的大爱 它是不讲对象的 不讲条件的 进一步是不分亲疏的 愿亲平等的 甚至是自他一体的 人我一如的 尤其是到了佛的境界的话 把众生看成是他本身的 所以说同体大悲 一般讲 世人如己 爱人如己 就是把对方看成自己 爱护对方 如同爱护自己 那对佛来讲呢 他是爱护圣己 爱护对方 胜过他自己 对我们凡夫来讲 我们凡夫 都是讲条件的 我们的亲人 所以我们爱他 如果不是亲人 我们未必会爱他 对佛来讲 亲人佛爱他 非亲非故 佛也爱他 一般人来讲 对我好 我爱他 对我不好 就不爱他 甚至恨他 就佛来讲呢 对他好 佛也爱他 对他不好 骂佛 棒佛 甚至杀佛 佛同样爱他 这个人 是人人 义人 善人 佛爱他 那个人 是一个罪人 坏人 恶人 佛同样 爱他 这个人 可爱 漂亮 一般人爱他 那个人 不漂亮 不可爱 佛也同样 爱他 为什么 因为佛 就是 大悲心 所以说佛心 是大慈悲事 因为他这个爱心 是大道 没有一个范围 因为他本身 就是慈悲 也就是 佛的本身 就是大爱 清静的爱 无我的爱 平等的爱 因此呢 对所有众生 是无所不爱的 因为 他的本质 就是爱 他本身就是爱 所以要他不爱 他不可能 你打他 骂他 杀他 他还是 不改变爱 的本质 所以 佛的爱心 他是从内心 而生的 他的 内外上下 都是爱 不受外怨 的影响 而有所改变 那么我们凡夫 就不是 因为 我们凡夫 有分别 有执着 因此 有好恶 那么我们学佛 所谓 学佛大悲心 因为 佛这是大悲心 我们学佛 就是要学 他的大悲心 而佛的大悲心 就是 以无原始 设置众生 以无原始 设置众生 这是经典上 的语言 比较 古文 是古文 如果翻译成白话的话 就是刚刚所讲的 以无条件 救度众生 我们 有一本书 书名叫做 无条件的 救度 无条件的救度 有的人 看到 这个书名 就会打个问号 哪有无条件的救度呢 佛教 佛教 不是要讲 勤修戒定会 断煮贪嗔痴吗 靠自己的精进 来撩脱生死轮回吗 哪有什么 无条件的救度呢 就会这样的 就会这样的怀疑 就会这样的怀疑 其实 这正是 佛教的 精神 特色之所造 佛教 佛教如果把 慈悲两个字 拿掉的话 哪有佛教之可言呢 而所谓的 慈悲 讲到 慈的本身 涵盖着 悲 讲到 悲的时候 也涵盖着 慈 而它本身 又是所谓的 无缘大慈 无缘本身 就是不讲条件 的大慈悲 同时又是 同体的大慈 是彼此一体的 既然彼此一体 显示着 阿弥陀佛 把我们死亡众生 看成 祂的身体之一 等头 我们死亡众生 就是 阿弥陀佛的手 阿弥陀佛的脚 阿弥陀佛的器官 因此 阿弥陀佛救度我们 死亡众生 那需要讲条件 所以 阿弥陀佛救度我们 是无条件的救度 为什么 这个就是 佛心嘛 佛心者大慈悲事 而大慈悲 就是 大慈 大悲 大慈就是无缘大慈 大悲 就是同体大悲 因此 能够显示佛教 慈悲的法门 就是 净土中 就是在 阿弥陀佛本身 也可以说 就是在 我们 念佛人的身上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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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有从 念佛人的身上 才能看出 阿弥陀佛的救度 各位人有 对不对 对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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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好找 怎么讲呢 论我们本身 我们会休闲吗 不会 我们能断烦恼吗 不能 我们 如果没有离开六道轮回 能够生生世世 世世生生 都能够生而为人 都能够遇到佛法来学佛吗 能不能 不能 可是 这样的众生 就如同善导大师 所讲的 是一个 罪恶的生死 凡夫 居然也能够 了脱生死 也能够 快速成佛 能够达到 佛教的目的 岂不是 念佛人本身 时刻 都在散发着 阿弥陀佛 大慈悲的光辉 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救度 显现在 电波人的身上 这个人 最后生死 凡夫 其他的佛 都救度不了 他本身 也没办法 使自己 离开 轮回 居然 也能够 蒙受 弥陀的救度 岂不是 佛教的慈悲 弥陀的本身 显现在这个 念佛人身上 打个比喻 这个医生 的高病 不高病 要看 他所治疗的患者 如果 他只能治疗 感冒的 胃疼的 其他的病 他不能治疗 你说 这个医生 高病吗 就不高病 假设这个病人 是所有 大小医院 大小的医生 都看过了 查不出病因 也没办法 下对症的 药方 这个人的病 非常的严重 查不出病因 所有的医生 都治不了 可是 有一个医生 他能够当下 下药对治 当下 要到病除 那你说 岂不是在这个病人的身上 显现出这个医生的高病 对不对 所以唯有在念佛人的身上 才能显现出 伟大的 阿弥陀佛 是不是 是 是 佛 没办法 思维 何况 解说呢 就佛来讲 简单解释到这里 就念来讲 我们念佛 是念佛的什么呢 因为 佛 有他的慈悲 智慧 有他的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简要来讲 佛 佛有所谓的三声 法声 报声 应声 佛有他的本体 又有他的平好 有他的向好 又有他的光明 有他的悲心 有他的愿力 我们怎么来念呢 我们只要念他的平好 就够了 绰绰有余了 因为这句零号 刚刚所讲的 不是白子黑字 不只是一个声音 他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只专称弥陀佛比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自古以来 有所谓的四种念佛 也就是 实相念佛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还有 持平念佛 实相念佛 那是 圣子的境界 他断除了烦恼 所以 他心心恋恋 都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 杂恋 他心心恋恋 都跟实相 跟真理 是一体的 这种境界 自古以来 修行人 很少 能够做得来的 所谓 修行者 多辱 牛毛 可是 证物真人的人 体证真人的人 少如牛角 这是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也是一个无奈 幸好 阿弥陀佛 所谓 垂敏 现行 把他的 真理 无量的功德 融入 融入 这六四零号 来让我们 不能够实相恋佛 可是能够称明恋佛 所以我们是称明恋佛 那在练佛当中 我们是不是要观想 观想佛的光明 观想佛的莲花 观想佛的慈悲运力功德 通通不需要 不用做观想佛的练佛 也不用做观想佛的练佛 只要单纯的练这句零号 所以我们练佛 就是单纯的练这句零号 把这句零号 练得清清楚楚 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去想 其他去想的话呢 反而是杂了 人有一心无二心 所以要专一于这句零号 我们练佛 要把生命融入进去 也就是恋佛 就是我的生命 我生命的存在 终极的目的 就是为了恋佛 因此恋佛 就是我们的生活 生活就是我们的恋佛 我们要把恋佛 生活化 生活 恋佛化 养成 行 住 坐 我 都是一句零号 恋恋不少 因为这句零号 它单纯 它简单 它容易 它毫无机会 任何人 任何时 任何地 任何缘 任何情况之下 都能够练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毫无机会 毫无障碍 如果是诵经 那就 没有这么单纯 方便了 像金刚经 金刚经有所谓的七不受 在七种情况之下 不能送金刚经 其他的经典 乃至其他的咒语 也会有一些限制 只有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任何人 任何心情之下 任何工作当中 任何时地 都可以称恋 毫无机会 只有功德 不会带来罪业 不吉祥的地方 恋佛 为当地带来吉祥 不清静的地方 恋佛 为当地带来清救 有罪恶的人恋佛 可以消除他的罪业 从内心归并迷途救度 专程迷途佛名的人 他 况且以来 生生世世世世世生生的罪业 就给迷途一刀炸断了 因为 他 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的光明设计不少 所以 这样的殿佛人 他已经不是六道的 轮魂的罚夫了 他 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圣众 执疑了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是一个练佛人 所以我们练佛 就单纯的 练这六个字 专称弥陀佛名 只管 只管 练佛 也不参常 也不观想 也不夹杂 其他的功能在里面 虽然 我们也强调 练佛的时候呢 要尽量地设心练佛 为了设心练佛 所以 所以 进一步用 实验技术啦 或者是眼观比比关心啦 这是救我们 想进一步 练佛的时候 能够更有 法室 能够 减少 妄想杂炼 所做的技术项 的方法 就 就 弥陀本身来讲 你只要 信 受 弥陀救度 转成 弥陀佛名 愿生 弥陀 净土 你怎么样 练 练得怎么样 对阿弥陀来讲 他是无障碍的 是如如不动的 他要救你 就是要救你 没有比阿弥陀佛 更了解我们的根基 因此 我们认识 阿弥陀佛 听到 想佛 阿弥陀佛知道 拜佛 阿弥陀佛看到 我们的业障如何 阿弥陀佛也一清二楚 但 阿弥陀佛 他能够救我们 始终要救我们 救度我们 不受我们 认识的障碍 我们 在身后 的业障 障碍不了 迷陀的救度 我们 再多的 怨陀 也障碍不了 迷陀的救度 因为 迷陀 无碍光 的这个社区不少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念佛 就是单纯的 专称 弥陀佛名 那么 地义 地义当然 也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 也认识的 地义 专门的 地义 有所谓的 现当恶意 现 就现在 还活在世界上 当 就将来 将来 临终的时候 有这两种利益 现在有什么利益呢 所谓 消业照 征服会 保平安 转贫穷 为富贵 转病苦为 抗健 转短命为 长寿 能够化解冤情 超度亡流 拼命子孙 逢胸化解 依然成想 等等 所谓 念佛一生 罪灭和沙 礼佛一败 胡争 无量 利益 很多 我在 第十八项讲话当中 有归纳出 念佛 十五种的利益 当然 要归纳的话 重点性来讲 那十五种 也是不能涵盖的 第一种 就是弥陀注点 弥陀注点的利益 意思就是说 我们练佛诊的头顶上 都有一尊 像好庄严的阿弥陀佛 各位联友 你们的头上 有没有阿弥陀佛啊 有 有看到吗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必须在某种因缘情况之下 才能够看得到 我来讲个故事 在十二年前 我们向山 教堂的上师 就是说 李元松老师 他往生的时候 他的随生们 举办 四十九天 的练佛祭练 天天练佛 从早上八点半 练到晚上十点 他的随生 有时间都会过来练佛 其中有一位民众 他的佛号叫做静秋 他来练佛的时候 往往会带着他的小女儿 那个时候 他的小女儿 只有七岁 还读幼稚 还不到七岁 他叫做李静伟 那这个小女孩 在佛堂 跟随着大家练佛 当他心一静下来 就看到 每一个人练佛神的头上 都有一尊阿弥陀佛 也看到佛堂上 有莲花出现 有谁的莲花呢 就是殿佛神的莲花 他有几个玩伴 就是几个小朋友 他看到 佛神 会一朵一朵的 出现莲花 莲花之中 都会有瓶子 那么他几个玩伴的瓶子 他都看到了 他那些玩伴 就是教堂的小蜜蜂 也就是 都是师兄姐的女儿 他们也都有来练佛 可见 我们在这里练佛 几个世界 就有他的莲花 就有他的瓶子 所以 练佛 生莲 在沙陀练佛 急了就生出莲花 练佛生莲 还有弥陀注点 这个小女儿 这个小女儿都看到了 这个静秋他妈妈 是南部屏东人 有一天回南部 带着这个小女儿回南部 这个小女儿 这个小女儿 看到静秋的爸爸妈妈 就是外公外婆 练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在他的外公的头顶上 在他的外婆的头顶上 那个时候 这个小女儿就很羞涩地 小声地跟他妈妈 静秋说 这个外公 外婆的头顶上 都有一尊很大 很漂亮的阿弥陀佛 那么静秋就跟他爸妈讲 他爸妈一听 就很高兴 本来他们两位老人家 是没有在恋佛的 乡下人 一般都是民间的信仰 是因为静秋的鼓励 他们才勉强地恋佛 怎么说勉强呢 因为不晓得 这一句佛话有什么意义 恋佛有什么利益 所以恋起佛来 难免是比较勉强性的 甘巴巴的 没有发行为大的 经过这个小女孩 一验证 静秋一千甲 这两个老人家 就非常的高兴 从此呢 就相信不已 真的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们一念 他就来到我们的头顶上 保护我们 出入香水 让我们出入 实时实实实实 保平安 那阿弥陀佛在我们的头顶上 将来就介入我们到极乐世界 这个弥陀注点 在经典上就有讲了 经典说 恋佛之人 阿弥陀佛常注其点 日夜永富 不令冤家而得其变 现身常得安稳 临终任运往生 这是经典上所讲的 阿弥陀佛在我们的顶上目的 就是保护我们的 所谓不令冤家而得其变 也就是让我们 消灾离难逢凶化吉 化吉冤解 超度我们的冤亲在主 也因为有这样的功能 作用 因此任何人 不管他知道 不知道 自然就能够消自己的业照 度自己的冤亲 亲就是指我们的父母 祖先或者是儿孙 那冤年是指我们 逛节以来 生生世世沦违当中 杀他的身体 吃他的肉 害他 欠他 侮辱他的这些罪业 这些都能因恋佛而自然的 不知不求道而消除掉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准备举行 皈依仪式 祝愿大家信佛认佛 得生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 祝愿大家信佛 祝愿大家信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